上帝帶領阿曹老師要在我們的會中 要將上帝的話語再次傳達在我們的心中 今天所要傳講的信息是 跨文化的仙教 我們請阿曹老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的名字叫卡兆 好像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這是我的名字 然後後面那個薩度是我爸爸的名字 所以不要教授了 如果說薩度的話 就等於是叫我爸爸 所以我想說今天可能跟大家來分享的地方 今天我看到那麼多的年輕人 就是看到非常高興的地方 因為我是做大專的工作 每天接觸的也都是大專的學生 然後我常常跟我師母在講說 我好像依然一年輕 因為跟大專的學生也跟著他們活潑 雖然已經賣戶五十歲 但是我就覺得說 跟年輕人一起來分享上帝的話 是非常典美的事情 好 我們正如剛剛黃張老 所唸的 所唸的經節裡面 就是我們今天一起來 共同思考的道成肉身 為什麼會當成為一個肉身 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常理武士 人家就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上帝要從這樣一個身份裡面 來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他好像是違反了我們所謂的人的思考 就是人的常理 就覺得說 如果是一個所謂的一個教主 他要把他的信息 或是講他的這個教訓 或是說所要講的話告訴他的眾人 他為什麼要用自己本身 就是我們今天 耶穌用十字架來表明這個 他所要告訴我們 我想這是有些時候有個人說 耶穌基督已經被打敗了 耶穌基督已經死了 因為他怎樣 他已經明明地死在這個石架上 他是一個被打敗的 怎麼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告訴我們 好 我們今天也引用很多的經節 這個經節非常的短 讓我們一起來念 第一個 所以北海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一做我的門復 奉父子聖明的名給他們施行 歸於您父子聖明 好下一個 防有所恨復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日 這就是耶穌所告訴我們 如果說我們說今天 我們要談這個宣教的部分 聖經很明白的 這就是耶穌基督所交付我們的使命 他說你們要去 你們要去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我們到底是 一定要每一個人都像一個宣教師 才是一個去傳福音嗎 我想我們今天一起來思考今天 好 那有一個人 本來他是一個逼迫基督教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很常暴的 就是看到這個基督 基督徒就怎麼樣 想進一半 都要把他陷害 這個人就是叫寶 寶羅到最後就怎麼樣 他本來是一個逼迫基督徒的 反對基督教的 變成到最後怎麼樣 在我們教會的宣教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很多人都在當時後裡面 就是好像是有彼得他們 或是其他的雅各啦 或是約翰 他們就是固守在耶路撒冷 或是說他們所處的環境 但是保留他非常的清楚 他的呼召 他信主要怎麼樣 要轉迷 他一次 二次 第三次 甚至到最後呢怎麼樣 橫跨到這個歐洲 琴頓這個地方 上面的地方就是歐洲 他橫跨到那個 另外一個國界去了 這是當時會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宣教的一個第一步 有人說這個阿姆斯庄 他踏上這個月球 是我們人類的一大步 可是他的一小步 但是呢怎麼樣 很多科技就這樣子跨了一個人 那在宣教的過程裡面 這個保羅他跨上了歐洲 就是一個非常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 我們剛剛所念的 就是我們看馬太福音 他說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餅都吃給我了 他要把這個權餅怎麼樣 這個權餅是什麼 就是傳給一個權餅 他要將這樣一個使命怎麼樣 交付給我們每一個人 他說父怎樣猜拳了嗎 耶穌基督從父 然後來到世界上 他的使命是什麼 他短短的33歲 他可以說傳給一個時間有多久 就三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 為什麼能夠改變到整個全世界一半的人口 都認識了耶穌基督 如果他是一個普通人 如果他是一個卡罩的話 可能就怎麼樣 還是留在台中 跨不出去 但是耶穌基督怎麼樣 用上映的時間就怎麼樣 我們看到這個改變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我們人類這個 我們一起來思考的地方 他說 上帝怎麼樣拆遣他就怎麼樣 他也要拆遣我們每一個人 好 這個人也是保羅 他是底漢隆起 我們的青年就說 我們非常的 很偶像的去看這些科幻的人物 可是有一個人叫保羅 他就怎麼樣 在當時候 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交通工具 他不是用高階 也不是用波音77 或是用什麼樣的飛機 來航跨道 他是怎麼樣 他是用一般的這樣的一個床子 然後就航跨道 我常常在想說 有一次在今年的當中我去法國 然後去了法國 花了14個小時 哇 這個很受不了 整個骨頭都痠了 然後都不能動 然後那腳 這個180公分的腳是怎麼樣 剛好緊扣在那個前面的這個椅子上 都也不能動 然後你上個廁所 不要看一看是不是愛到別人 哇 很受不了 但是人家怎麼樣 這個保羅他做宣教的工作 不會辛苦怎麼樣 然後橫跨到另外一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可以想一想 你光是從這個南部 然後就是要搭船到北部 哇 這個已經是不容易 你知道這個 待會兒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蘭大衛醫師他從南部到這個 彰化這個地方做醫療傳道的工作 是非常的辛苦 我們如果了解他的這個背景 哇 非常的感到這個動容 然後呢 去這個地方 從舊約到新約 都是一個使命 他說 耶和華對亞伯拉說 你們要離開本地本主 你看這個聖經的過程 就是都是一個去都是一個動詞 都是要去做什麼 就是要橫跨 就是要自己所處的環境 真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橫跨一個班裡 如果是牧師要去哪一個學校做這個團庆的工作 哇 我們都是非常感到很挫折 有時候在教室裡面等等 一個晚上還不到一個學生 那種狀況 應該要橫跨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就會給自己很多的理由 今天大概你沒有人 今天我怎麼樣 哇 很多的理由告訴自己怎麼樣 就是要亂起多過那個關鍵 就是要去學校做環化工作 所以這個過程的當中是相當的不容易 你看一看這個保羅 他從耶路撒冷然後去橫跨 他完全都是一般的走路或是坐馬車 然後橫跨到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一直到歐洲這個地方 那他不只是一次喔 二次第三次 第三次的時候就怎麼樣 他就 第四次的時候已經在羅馬 人家說他已經死在羅馬 所以主的應習就是 不要將我副手應習的降在你的身上 你們要在成立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部來的能力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上帝給我們的能力 而是我們親呼了怎麼樣 他說上帝啊 我還沒有得到這個呼召啊 我還沒有得到這個感動啊 我們一直在等待 其實當我們聽了福音之後就怎麼樣 神已經賜給我們這樣一個錢幣 神已經給我們這樣一個能力 他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意思是基督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就是怎麼樣 無時無刻與我們同在 好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 來台灣做宣教的工作的 這個幾位宣教師呢 一個是在這個 在旁邊的是馬雅各醫師 馬雅各醫師他就被派到這個南部 在當時後那個地方裡面 沒有人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福音的沙漠 沒有人 這個康威里牧師 他是到中部這個地方做宣教的工作 當時後裡面他們的使命就怎麼樣 他們已經橫跨了 從英國 從歐洲這個地方 你看來到台灣 開始做宣教的工作 好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藍醫師 藍奧醫師 好 在這個最有名的地方 一直到現在 在台灣的醫療的這個故事裡面 一定會忘記這個切副之案 切副之案是怎麼樣 到最後它是一個失敗的 因為怎麼樣 當時候的醫學裡面 按照我自己的了解 當時候裡面是一個排斥的 但是怎麼樣 這個精神本身 我相信彰化或是基督教醫院 或是章基這個醫院 有存在的一天 這個故事永遠都被流傳 都要流傳 因為怎麼樣 這就是因為福音 上帝的能力從這個中間裡面 就想一想說 一個小小的故事 才能夠去成為我們福音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故事 你知道當藍醫師 他從南部安平這個地方 就是下床之後 他就跟著幾個學教師 來到中國的時候 在當時候來的過程裡面 他就得了瘧疾 一般一聽到瘧疾 就怎麼樣 哇 嚇都嚇死了 因為怎麼樣 在當時候是一個非常 很嚴重的病 藍醫師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得了瘧疾 但是他怎麼樣 他還是非常很辛苦的 來到彰化這個地方 他完成他的使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他說先教是教會的附屬品 什麼叫做附屬品 我們敬拜的時候 可能這個音響是附屬品 可能是麥克風是附屬品 這可能是我們所看見的東西 只是一個附屬品 但是怎麼樣 教會的本質就是怎麼樣 教會是因為被拆解的存在 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我們常在想說 好像傳訓的工作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一個教會的某一個事工 或是某一個活動 其實不然 宣教是怎麼樣 是教會的本質 我們看到很多的宣教是怎麼樣 他們把整個他們的生命 全部都貢獻在這個宣教的工作 你看很多的宣教師 他們最後都死在哪裡 都死在台灣 有一次有一個故事的樣子 他想去紀念一個非常有名的 他看到那個傳記之後 他就想說 哇 這個宣教師多麼有名 然後他有機會到英國的時候 他就問當地的人 他說某某宣教師的粉末不曉得在哪裡 我要敬仰這個有名的宣教師 哇 這英國的這個拆會就跟他講說 你忘了嗎 這個宣教師還留在台灣 你看我們看到這些人就怎麼樣 有一次在淡水這個高中 淡江中學 然後後面有很奇怪的 一個校園裡面怎麼會一堆的墳墨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時候 都是這些宣教師怎麼樣 他們留在台灣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們的這個想 就是他們對教會的存在的價值就是怎麼樣 他說教會就是要做宣教的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這一句話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一起來思考 不是在教會裡面我們才有讚美 我們走出教會才會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讚美 在你的家庭裡面也是要讚美 在你的環境 或是你在你的教會 或是在你的這個學校裡面 或是在你的工作職場也是怎麼樣 也是你的教會 所以教會的存在 不是只有在我們有福教會這個進逐裡面 我們走出去 也就是代表我們有福教會 也就是要代表 耶穌基督的這個身份怎麼樣 走出去 所以我們常常在想說 我們就在教會裡面 我們感受到那個非常很優美的音樂 但是我們走出去之後呢 就怎麼樣 教會就不存在 但是我們一起來思考這一句話 他說宣教不是教會的附属品 它不是一個附属的 不是一個外加的 是教會的真正的本質 教會的存在就是要做宣教的工作 好 我們又看 我們回頭來看這個藍醫師 他雖然在這個小小的動作 你看這個藍醫師娘 他願意用自己的這個身體怎麼樣 那個皮膚然後捐給這個周小弟 那個時候是周小弟 但是最後這個周小弟 會變成周牧師 他用自己的身體的一部分 然後呢就是 就是影響了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怎麼樣 很願意來貢獻他自己 我們接著我們來看這個 所謂什麼叫做文化 文化本身怎麼樣 這是我們如果看不太清楚 那中間那個就是 就是台灣這個地 你看我們的文化 如果這樣子來塞滿的時候 哇塞不滿 不是會弄得密密麻麻 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有一句話說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 什麼叫做文化 如果很簡單的來說明 文化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的 我們的生活 我們所面對的都是個文化 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可能就離不開其他的宗教啊 或是其他的生活 我們這就是我們台灣的文化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可能通常都會用排斥的態度 就是覺得說 啊 那個是不是這個 不適應我們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就是說 在台灣所處的環境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跨越 這個所謂的文化的這個翻面 剛剛黃長老他就跟我想說 跨宣教是不是就到國外 或是才是跨宣教的這個 跨文化的宣教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你走出你的環境 走出你的生活 就是一個跨越文化 如果我們把它講說 是跨越這個國際 才是一個宣教 還是一個廣義的一個說明 如果說我們喜歡愛的 就是跨越 這個平地的教會 所以能夠跨越到我們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去做宣教的工作 也是跨文化的宣教 所以你知道嗎 在我們原住民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宣教師 都是從平地的這個宣教師 來到部落裡面 有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也是長180多分 他講了一流的這個 布農主的話 哇 平地的這個牧師 然後他還會講這個布農主的話 而且呢 到最後 他也幫布農主翻譯聖經 真的是了不起 我一直到現在 在彰化已經二十多年了 有時候我一直在思考說 他也還是都行不通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我來到這個彰化這個地方 想要用台語 變成到最後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變成是 變成是 他們對人家講說 就在這裡 跟在那裡 我就分不清楚 所以怎麼樣 是掛越這個文化的觀念當中 就是我們一起來思考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如果像馬街 或是其他的宣教師 來進入到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做 這是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的問題 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得到這個文化 有張古 有收金 我們在台中 在我們住的地方 附近有一個教會 叫中校路教會 中校路教會 在前面 有一個他們的辦公大樓 你知道嗎 在掛一個招牌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的時候 他那個招牌是什麼 收金 收金 如果我們大家去看說 一個教會的這個門口旁邊 還有一個收金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 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收金 那不是其他宗教的名字嗎 或是說它的方法嗎 怎麼可以在教會裡面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突破 你知道這樣的一個突破 就怎麼樣 突破了我們 跟這個社區的一個關係 突破了這樣的一個案例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收金 我想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拿來一起來思考的問題 好 在台灣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區分有信仰 但是沒有淺誠 它的比例就是在這個 看不太清楚 那藍色的部分 在紅色的部分是有信仰 但是非常的淺誠 但是在13%這個地方是沒有信仰 所以絕大部分台灣的人 都有一個他自己所屬的一個信仰的宗教 所以這樣一個比例的當中 我們怎麼樣去面對 好 我們回到另外一個課題就是 我們大家既然是一個共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宗教 台灣也有共同的一個苦難 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比較重要的一個災難 就是從921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的在台灣所面對的 一直到現在還有個人就是走不出去 走不出這個苦難 甚至可能這個苦難 可能是他陪伴他一輩子 這個苦難的當中 我們教會看見了什麼 好 在南國的八八水災 一直到現在 還有這個重建站 就是我們八八水災 這是我們台灣人共同的一個苦難 好 那麼我們從信仰的角度 耶穌說 他說 願你的果降臨 願你的職業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這句話是寫在哪裡 主導人 當耶穌祷告的時候 就是祢祢的國降臨 上帝的國不是在於我們這個時候 或是說我們閉上眼睛之後 那個國 真正的國是怎麼樣 是現在這個時候 當我們處在這個地方 就是上帝國的存在 當我們有喜樂的時候 這個上帝的國就會怎麼樣 有喜樂 當這個國是一個苦難的時候 我們就跟上帝一起同受苦難 所以上帝的國就是在這個地方裡面 所以這是耶穌基督的祷告 這是耶穌基督的祷告 也是我們常常 成為我們的祷告 因著耶穌的受苦受難 是教會建議 所以教會是要怎麼樣 去面對這樣的一個苦難的當中 教會是要成為一個 這句話他說 向著苦難 因向苦難的護照 當我們面對這些 我們教會要面對什麼 要思考什麼 好 另外一個就是 教會的建立的目的 第一個是彰顯上帝的榮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要彰顯上帝的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彰顯和睦平安 新生命的活動 教會的存在 第三個就是 參與世界的世界的名義 一個上帝的子民 第四個是 神借著聖靈居住的守戰 最後一個 大家一起來思考 就是教會不是逃避世界 不是服侍這個世界 教會不是要躲在深山裡面 哇 神奉病啊 那我在這個地方裡面 多美啊 我要在這個地方來敬拜你 神奉不是要我們 讓我們去逃避他 是要進入到這個世界 當耶穌的三個門頭 就在看到這個先知 還有耶穌基督 這個變身的時候 教會怎麼樣 他說哇 這邊多美啊 我要在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會幕 耶穌說你們去吧 要怎麼樣 走路人去吧 我們不是要逃避這個世界 而是要服侍這個世界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就是我們的教會 我們永福教會 永福教會 你看高高走立在這個 彰化這個地區 你看見了什麼 有沒有在思考 今天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的教會 建立在這個地方 非常醒悟的地方 當這個中山路一過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永福教會 它的問題是什麼 看到我們的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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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增多 這個是 據我的了解 我們的會友 已經不斷地在增長的當中 我們看到華裔的 弟兄姊妹 上次來的時候 好像還有幾個空位 現在已經快要滿了 可能下一次 可能要慢慢的擴建 我們人數的增加 我們看見了什麼 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跨文化的宣教 就是為了要回應 上帝的大使命 第二個是 跨文化的宣教 是要由上帝的國度的 眼見跟兄弟 再過來就是 跨文化的宣教 是要邁向信心的腳步 第二個就是 跨文化宣教 需要了解文化 對於宣教的念念 不只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 要了解我們周邊的人 看到這個圖 這樣會看見什麼 我們是不是覺得說 哇 那是這個非洲黑人的事情 他們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看 已經瘦到直下這個骨頭 這個骨頭的這個部分了 如果我們說 因為正確的數字 我們知道 在全世界裡面 大概有好幾萬 每一個小時 就死去了 失去了很多的兒童 當我們聽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是不是講說 好可憐喔 那幾塊之後就沒了 就是我們一起 這就是利比亞的難民 這是最近所發生的 很多的利比亞的這些 因為西利亞的戰爭 然後他們就逃到這個 西利亞這個地方 他們牽引 然後呢 他們面對的 不是一個苦難的環境裡面 你看一個小小的東西 一個小小的一個糖果 然後他們就是要爭相的 這個 這個去爭 好 我們最後要用這個 主聖經 佛所說 我們一起同聲來念 請 因為祂是我們的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 才有的中間和斷的牆 而會寫自己的身體 會要變醜 就是祂在命法上的對條 會要將兩下藉著自己 造成一個信任 如此變成舊的和睦 今在十字架上 因為祂有的天醜 邊界的使用 使兩下 會以一身和睦 與另解的傳和平的福音 越來越遠處的人 越遠近處的人 因為為能和兩下 藉著祂 被一個聖經所來 而易進到 或密集 佛所說2章14到17 最後用一個人的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叫什麼 蓮佳恩 我的兒子叫陳恩佳 我多麼希望 他就像一個蓮佳恩一樣 蓮佳恩怎麼樣 他是被派到這個 非洲這個 一個非常平凡的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怎麼樣 他到那個地方 他看到了這麼多的苦難 看到這麼多的小朋友 或是他們的生活 連起碼乾淨的水都沒有 他就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他就覺得說 我可以去做什麼 他是一個非常有信仰的 也是教會的這個義兄 你看他用他自己 他看見了 如果我們看到一堆滿街的垃圾 你會看到什麼 哇這個地方好髒亂 一個人可能會逃開 但是他透過這個垃圾怎麼樣 改變了當地的人 也改變了台灣人的想法 你看他就告訴台灣的人說 你們準備了這些不要穿的 你們已經不能穿的衣服 就捐到非洲去 然後他就告訴當地的人 如果你捐了多少的垃圾 然後他就怎麼樣 就得到一件衣服 哇 如果我們看到 這麼滿街的垃圾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影響那邊的人 也改變了台灣的人 怎樣去關心 非洲的這些當地的居民 一個有信仰的人 他看見上帝的能力 一個有信仰的人 卻用人家所不起眼的東西 卻能夠去改變 周邊的環境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他不是要用怎麼多大的能耐 而是用周邊非常無守親戶的 在你們身邊裡面 可能我們會看到有一些 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你怎麼樣去看 從信仰的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想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跟你大家一起來思考 一起來認真 我們一起來法告 親愛的天賦 我們要感謝你 我們也是不配在你的命間 成為你的恩 我們是一個有罪的人 我們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 但是你甘願為我們被病 再加上 用你自己的生命 來喚起我的生命 你用你自己的身體 來告訴我們 來跟從我 現在的主 我們要謝謝你 透過這樣的一個分享 透過這樣的一個信心 再次提醒我們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過手 在我們自己的環境 或是我們所處的 美好的環境 而不是辛苦了 在我們周邊 還有許多需要 去關心的人 親愛的主 請能告訴我們 求你再次的拆遣我們 或許我們多麼的不願意 我們有千萬個不願意 但是我們相信 他們的靈感動我們每一個人 我相信能夠去突破更多 更多的犯例 圍牆這樣的前面 求你能夠感動我們每一個 弟兄姐妹 像更多的宣教師一樣 他們小小的祷告 能夠來到這麼遙遠的台灣 他們越過了國界文化種族 來到一個非常他們所不願意的地方 但是就像一顆種子一樣 生根發揚 然後結果 祝我們要謝謝你們 看到台灣這麼多的教父的建議 我們同樣有這份心 來跨越許多的文化的隔離 能夠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要謝謝你給我們這樣一個 分享跟教導 請你再次的將這個感動 放在你的心裡面 我們如此寶寶 感謝奉主耶穌基督 的每一個人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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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